寵寶崎 寵寶寶 寵寶我 noget什麼�念 такое 寵寶貝寶 寵寶寶白 我生長於屏東寺 家中當然有父母親 兄弟姐妹有六個姐妹 一個弟弟 所以我們生活算小康 我小时候成绩算还很好 所以当时我读初中的时候 就对理工比较感兴趣 然后我问爸爸用什么方式赚钱比较快 然后又可以拿到很多钱 然后爸爸说那里就只有进入台北工专 那再加上我理工科数学算都是全校第一名的 所以我对物理数学蛮感兴趣的 所以我看了一下台北工专那我就读电子工程 因为那时候当时是台北工专电器跟电子 两个科学是最高分的 那电器对女孩子来讲比较不适合 因为那是大机器 然后对电子方面就像现在的电脑一样 比较小电流 那手也比较干净 所以没关系做恶趣的 所以是我因为爸爸的原因 再加上我对理工科感兴趣 然后我不喜欢背书 所以一直就比较用理解的方式 刚好台北工专这个理工学校比较适合我 然后爸爸又跟我说 你就进入台北工专当个工程师 你可以赚到比较多钱 所以我就往这一块下去发展 两年工专当然学校也很严格 我所谓严格就是说 譬如你去工专台北工专它本身是实作 跟理论是相提并论的 你实作做不出来也是实档 也是被勒令退学 学校给你一个功课 譬如是说你叫你设计一个电路板 那你就是譬如我从一楼 要控制二楼的电灯 一楼的电灯一打开 二楼的电灯也可以开 你当时是没办法 你开一楼就是一楼 开二楼就是二楼 所以那时候学校就有这种前瞻性 就有这个idea 然后说我这样子的工作给你 那你回去把鲜路板 电路板全部要做出来 当时我们要去光华商场 买零组件 然后去洗机板 然后一个一个配 完了以后你还要做tester 当然我们家里不可能有那个tester 给你 仪器给你 做好了以后 鲜路画好了以后 你就拿到学校去 我组装以后真的是没有问题 你才算过关 要教授要来看 所以这个实作画面 然后当然你录画面 刚刚我讲的它是我们贴得很紧 你其中考跟其末考 我们都是采取梅花座 前后左右都不是同科系的 所以你怎么去作弊 不可能去作弊 而且这是理工的东西 然后有时候会open book 书本给你去翻 你翻烂的书本 你也答不出答案出来 因为它是你很灵活的一个东西 然后一个小时 平身想你就要矫健 你在短短时间内 你要赶快矫健 不会你脑筋本身要很活用 而不是死倍 四十例拍 所以我相信在台面上的一些股票上市 百分之十几百分 都是我们台北公众专毕业的 长春实化 和硕 童子弦 都是我们电子科的 官宝 一关电子 要请关 车玩电 做电动车的 几乎我们北科大台北公众专 早期台北公众专毕业 真的为台湾的经济 创造一个奇迹 当然因为我学电子 后来在日商工作 还有美商工作 那日商的教育是很严格的 当时我也考进去在设计部门 那设计部门也就是设计连接器 而后在美商是从事卫星转过器 那是在太空署上面用的一个基板 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当时的Apple II 就是现在的Apple电脑 那Apple II的Keyboard 那是全部我们设计的 当然我们RD部门 就是我们设计部门 就唯一一个台湾女孩子就是我 其他都是日本人 全部是日本人 就在我代表公司去德国 那德国慕尼黑餐厂你也知道 可以想象的是 那两天的摊位 你两株入两天也放不完 它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电子站 然后一进去都是国际化的产品 那时候我们台湾一直早期 根本都没看到台商 全部都是国际知名的大厂 然后后来我就会去看别的摊位 然后这个单价多少 才发现说我们的年纪 怎么单价那么好赚 因为东西是我设计的 成本我最了解 所以才发现说 这么好赚的东西 虽然我云水算很高 工作对我来讲是算轻松 然后后来回到台湾 又看到台湾的这个连接机 又是仰海进口 没有一个台湾人 没办法去设计出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一设计又全是动化 看到这样子 第一市场有 第二地雷又高 然后台湾又要仰海进口 那真的是那时候只是一个念头说 这个很简单的东西 为什么要仰海进口 后来我就出来开业 那出来开业的时候 没有人敢用 我又有办法设计出来 模具啦 充压自动化 我有办法设计出来 那没有人敢用 为什么 你这个小小的东西 对整个汽车来讲 178来讲 你作为一个小小的零件 因为这个虽然是小小零件 但是它可以让你就是整台机器都没办法动 因为你要任何电流都要通过这个连接器 这个连接器就是这个桥的一个动作 如果这个桥断了 你陷入就没办法通 整个主机全部都当掉 人家也不会说 为了你一个台字的连接器 来对他们来讲是低单价 对我来讲说 一个可以赚十个的钱 赚十倍的钱 后来我就想 为了要让人家说我这个产品有一个价值 所以我把我的产品拿去德国 去美国 加拿大 拿去日本 四个国家同时承认你的产品 符合国际标准 然后四个国家都可以买 那时候我们台湾最重要是 要拿德国安规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拿 但是我就一口气就拿四个国家的安规 然后又升起专利 就这样下来 所以有这个安规以后 我拿去给Panasonic 拿去给Sony 台湾的Sony 他一看 他说 那个张董 你这个安规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自己弄的 我说你也开玩笑 我说这个有号码 它有号码 我说你自己去找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叫伪照文说我都不懂 我创业的时候 第一 我业务量 我市场一定要国际化 然后我生产一定要自动化 然后再来我管理 一定要电脑化 所以我们的全部的电脑 在我们一开业的时候 第二年我们就全部都IBM的电脑了 就已经导入整个电脑 那我一创业 第一个Item 第一个产品 开发出来的产品 都是我画设计蓝图的 然后我们自动化的机器 我们自己设计 然后当然画包出去给人家 那我们进来里面 我们再拼装 然后再生产 这个几乎都导向AI 那更不用谈ISO 对不对 ISO那时候台湾正流行说9002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最早拿到的 我们在华雅大湾内 庆后 我们第一次拿到9002 的ISO 因为台湾的企业界 对这个安规 对这个观念 还没有那么成熟 对国际化 没那么成熟 也不懂 因为我是被日商公司 被美商公司 教育出来了 你如何来管理 本来管理就是这样子管理 你如何系统化 这是一个很蛮正常的 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要这样来打路 难道台商没有这样 所以有一次我去台商 他挖奖 然后我进去一个月 我就出来 我不习惯 因为太乱了 我说他太乱了 他早期台商公司 他整个的管理制度面 没有这么的很完整 一开始的时候 说实在才五个员工 我怕我没有把握 因为我的所有机器 在日商的薪水 跟美商的薪水 所有的薪水 因为要开模具 要买机器 然后模具很贵 机器也很贵 买原物料 我又是百所取家的 那我也是设计 又当业务又当司机 我要送货 还有一个会计 他说我又有个人 我是这样子打拼上来的 因为我们市场是全球化的 我们市场是交到全世界各地的 我们不局限在一个台湾市场 或是一个大陆市场 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责任 一个社会责任 人家有需求 那你就帮忙人家 或是现在学校有需求 那我当总会长 当然鼓励大家金融 鼓励大家争取学校的校地 因为我们你也知道台北工专 中校东路那是我们的校地 建国南路 建国高架桥 那也是我们的校地 把我们也切成一小块 我们被征收了30% 以前是12.9公顷 现在变9.6公顷 征收了3.3公顷 然后我们当时工专的时期 学生是3800多个人 那现在是14000 学生增加4倍 你面积以前台北工专 跟我征收了30% 所以我们一直在上电视 我一直说你还我弟来 而不是说你要给我弟 你就还我3.3公顷 结果现在 政府还是这样 那我先担任台北市校尔会的理事长 差不多六年前 当了两年的台北市校尔会会长 紧接着在差不多四年前 就接任我们电子系系尔会的理事长 然后这两年我接任台北科大的总会长 当然我也担任北科大司职会的会长 当时为了应该是服务大众嘛 因为我们初心 初发心就是为了出钱出力嘛 也没有薪水的 一定要为大众服务嘛 因为我最重要是 事业都已经肯定了 当然你对这个社会要有一个责任 基因会 我是现在目前基因会的副理事长 所以在这个从地区 一直到戏友 一直到私职会 才知道整个结果 后来才 这是为大众服务的事情 现在所说的一个责任 一个社会责任 然后当然走向你自己兴趣的 你是有把握的 脚踏实地 实事求是积极进取 这是很重要的